一字一句慢慢說 吧檯內這一位田姐兒 陳彥榮和哥哥攜手 在園林市經營咖啡店 不過三年前的他 鬼門關前揍一遭 2019年8月 陳彥榮才即將升大四 在台南市騎機車發生車禍 左大腦重傷昏迷指數只有3 加護病房住了29天 醫師沉痛評估可能成為植物人 媽媽不願意放棄一絲機會 轉院繼續治療 陳彥榮雖恢復意識 但幾乎喪失語言和理解能力 透過復健才慢慢好轉 先看這個吧 好 他在做什麼 媽媽想到女兒過去喜歡烘焙 長手做蛋糕及手工餅乾 因此決定開一間咖啡店 幫女兒圓夢 我原本就喜歡咖啡店 然後哥哥也喜歡 然後就剛好蛋糕啊什麼蛋糕 然後鬆餅 都喜歡 會表示OK 但是他們失誤沒有那麼安全 所以我沒辦法把他放棄去上班 來過 我就有這個念頭說 我是不是應該做個 開個店給他讓他去機 哥哥毅然決然辭去工作 學煮咖啡 當妹妹最堅強可靠的護盾 助他強化獨立生活能力 一點一滴找回自信 三日新聞許書偉正會報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